大家好,我是城市生活报城市吃喝新闻AI主播Virna 今天为大家播报本周台湾各城市吃喝新闻 本节目由大健康创新服务联盟微量元素检测中心冠名赞助 新北绿竹笋产季到全台31家餐厅推特色笋餐 新北市是全国绿竹笋最大产区 产地超过全市一半以上的行政区 有以五股,三来及八里为大宗 是新北市重要的绿金产业 新北市政府为提升绿竹笋产业竞争力 促进产业发展 以新北健康三宝推广绿竹笋产业 辅导各产区损农积极参赛 农业局先后办理区级及市级评件比赛 参赛农友将当天采收的鲜笋送至会场 经过外观、色泽、柔嫩度及糖度等一系列项目严格评比后 最高分者获得损亡称号 本届级评件新北损亡及美损亡 由三来区黄志昌获选 田笋王则由新店屈臣能够获选 个个都实至名归 高雄25家下酒菜料理优胜店家出炉高雄市政府 配合2024高雄啤酒音乐节举办下酒菜料理竞赛 吸引超过60家业者参赛 经过两轮的网络票选与专家评审试吃后 选出25家优胜业者 进入高雄啤酒音乐节大会食堂开卖 今年更特别邀请米其林推荐的泰国美食餐厅一同进 祝大会食堂 讲于端午廉价6月8日下午1点至2点 于统一梦时代举办颁奖记者会 不仅准备优胜店家的料理让民众抢先试吃 还推出市民专属好康 端午廉价期间6月8日至10日 高雄市民在梦时代现场购买指定啤酒音乐节套票 即可获得超值赠品 包含互动荧光榜 起Levelry券 还有梦时代电子折价券 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 2024陆港庆端阳系列活动 童玩美食 庆端阳及传统戏曲活动 戏曲童玩时乐响 陆港端阳热闹来 一辅 二路 三猛侠的陆港 在台湾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 每年端午假节期间 彰化县政府举办许多的活动 其中陆港庆端阳由来已久 更名列交通部观光署全国十二 大节庆活动之一 从1978年举办的陆港民俗才艺活动至今 不断扩大规模 结合行销陆港古迹 人文 工艺 文化 美食等面向 已成为国内重要的节庆活动 香草咖啡飘香 南投许书华县长 挺青龙南投巧克力咖啡节 将在6月8日登场 位于日月潭附近的蛮荒咖啡 赶在咖啡巧克力节前 发表属于南投风味的香草咖啡 大受南投县长许书华肯定 香草与咖啡结合 背后有拿下美国烘焙大赛季军的黄嘉宏 另一位是百大青龙香草骑士魏正林 县长许书华前往之一表示 南投是国产咖啡重要产地 咖啡达人 香草达人联手推广南投咖啡产业 创造了惊喜 南投的香草咖啡完美结合 将在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推出 让消费者品尝好咖啡 2024台北国际食品展 6月26日至6月29日登场 张丽善县长带领云林良品 迈向国际 拓展无线商机 全台最具指标性的台北国际食品展 将于6月26日至6月29日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办 在县长张丽善的带领下 云林县以云林良品避暑精品为主打 携手先内18家 在迪优质厂商参展 县府5日举办新钱记者会 展现云林美丽土地友善农民 所产出的优质安全农特产品 诚挚邀请大家 于6月26日至6月29日 一同共享时尚小宴 鸭乐鸭嘞 端午廉价来嘉义吃鸭 6月端午廉价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 严选一系列鸭肉料理特辑 推荐给所有游客 无论是新港生炒鸭肉羹 飘香超过百年的鸭肉 以祖传当归鸭 鲜甜回甘 半天鹽鹅肉鸭肉小吃等 七家鸭肉美食 绝对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 一起大口吃肉 嘉义县长翁张良 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嘉义旅游 探索隐藏在这里的特色景点 品尝各式口味的鸭肉料理 无论是鸭肉羹 当归鸭 鸭卤饭 烤鸭还是盐鸭 通通都有 来过个与众不同的端午节 2024屏洞咖啡节 6月13日启动 飘香幸福城市 2024屏洞咖啡节系列活动 将于6月13日正式启动 首场以屏洞精品咖啡豆评件起跑 接下来有屏洞精品咖啡豆媒合会 屏洞咖啡全国首冲赛 及咖啡文创世级等活动 并搭配屏洞好礼抽奖 赠送屏洞优质旅俗券 及咖啡购物金 活动举办至7月7日 在屏洞咖啡园区 与平宴1936文化基地等地办理 将吸引咖啡爱好者 及大批民众 前往屏洞品尝咖啡及旅游 本节目由大健康创新服务联盟 微量元素检测中心冠名赞助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下次CLN城市生活报 台湾各城市吃喝新闻 期望与您再见 感谢